市長 做滿 做好 做滿 這程度還是可以 一直問一直問 朱立倫眉頭一皺 嘴角一抖 我不會參選2016 這樣可以嗎 選不選總統朱立倫口中 首度出現強度超越 做好 做滿的答案 不選可以吧 我不會參選2016 這樣可以嗎 我作為這個黨主席 基本上就是裁判 或者是教練 那希望優秀的人才來加入 不管是總統大選 或者是立法委員選舉 想抬教 不做教 朱立倫話說得白 其實去年12月 決定參選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倫臉書就宣布 不會參選2016總統 只是紙上文字 變成口中承諾 朱立倫的暴衝考量 很有戲 他的意思 所以大家都要尊重 不管他決定參選不參選 他應該非常嚴肅的 很正式的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不選可以吧 稍微有點情緒 我們還是希望他再再思考一下 黨主席突然自費武功 傳出有意參選的對手 王金平 洪秀柱 顯然也有些接招不及 雖然表態脫離2016戰場 但擅長政治精算的朱立倫 恐怕不會只是情緒性言論 整體來講還是要看客觀的形勢 客觀的形勢 我們接觸到的藍軍的基層 是極度的期待 他能夠替國民黨打這場仗 我把它解讀成非正式的回答 這種非正式的回答 是不是代表最後的確認 我覺得還叫尊重當事人 把話說死絕對不選 後來卻因為眾望所歸 被迫披掛上陣的 國民黨早有潛力 一百次說不選台北市長 你問會不會變成馬英九2.0 好 謝謝 當初被問到會不會打破 做好做滿的承諾 朱立倫的回應是一個大白眼 如今明白表態 朱立倫頭上的緊箍咒 不再是參不參選 而是會不會真的變成 馬英九2.0 介持人王正台北 蔡富豪